今天介绍一间食烧牛的地方 叫做神湖六甲道 这就是关西的菜 所以这里也有大阪烧 你看到有大阪烧 还有其他的 这就是三色冬 这里有牛肉 这个就是传统日式煮的牛肉 另外这个就是有豆腐 加上有少少肉碎 辣辣的 我试一试普通的牛肉 这个就是烧的牛肉 本身也有些汁 有些汁 嗯 很软 咬下去是很软 很软的感觉 完全没有根 什么都没有 那就很容易吃了 当然它这个是薄切 所以就变了容易吃 而且它也是有少少 烧到刚才有点红红的 它也不是烧到全熟 所以是很滑 很腍的 那我们试一下这饭 我们先试一下 嗯 这饭本身有些汁 因为呢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日式煮块的牛肉 是的 我想大家都可能有吃过的 这个煮的牛肉 正常就和一些萝卜 那些配料一起煮的 那这个就只是牛肉 试一试 嗯 原来这个呢它是那些 不是牛肉 嗯 是牛筋 是的 没错了 这就是我们在香港吃的牛筋面 牛筋 但是这个很软 它煮得很软 很软 你看到 等于我们在香港吃的牛筋 牛腩筋 是的 这就是煮的牛腩筋的感觉 嗯 嗯 但是它煮得很软 真的有点像我们在香港吃的牛腩 牛筋 牛筋 那种感觉 但是它这个牛筋 是很软 很软 那就是有些肉 你看到 这里有些肉 但是这肉呢 都是黏住那些 牛筋 嗯 这个很特别好吃 真的有点像我们 我们在香港吃的牛筋 牛筋腩的感觉 嗯 这个煮 这个sauce 也是用回日本传统那种 煮牛的方法 这个sauce 是的 这个sauce也很浓 而且刚才那些牛筋 都很黏厚 因为那些骨胶原也很厉害 这些骨胶原也很厉害 这里写着什么 汁是什么味道 汁是什么味道 汁其实是醬 糖 味淋 甜甜的那种感觉 是的 所以其实都是有些像我们那些 香港的牛腩汁味的 但是它是再偏甜一点 再甜一点 好了 那我就试一下这个 肉碎加豆腐了 是的 那些豆腐就是 这样的 嗯 像我们那些豆腐干 但是 它就再淋一点 它做到有些像蛋的感觉 是的 有些像蛋的感觉 但辣就不是很辣 反而我吃下去有些像肉碎炒蛋的感觉 香港可能也有的 香港好像有些肉碎炒蛋的感觉 这个反而是 但其实它是豆腐 这个也挺特别 其实真的有些像我们那些 肉碎蛋的感觉 嗯 这个是什么 日本人都喜欢吃牛的 对 其实日本人整个牛的部分是什么都吃 那比我们更加多 譬如它有个叫康蒙 它们都吃了那只康蒙 但那只我自己就一样 一样 因为它的质質 它的质質 好像那些 那些粉肠 那些感觉 那些感觉 淋淋的 那些感觉 正常你去吃烧虾 那些呢 通常都有的 日本人就很喜欢吃的 那只康蒙 是的 那比如牛的那些 它全部都是吃的 牛肝 牛筋 嗯 基本上内藏 它们很多都吃的 是的 所以其实跟 我们 差不多 我跟香港人 那再试一下这个牛 这个牛真的好吃 这个 是很软的 你看到 还有有点红红的 你看到 它没有熟透了 嗯 好吃 日本人 喜欢牛筋 其实日本人都很喜欢吃 整只牛的东西都会吃 那它这个叫三色东 这个combination 我想都是属于关西的食品 因为关东 我又很少见到 有这个 还有这种的煮法 比如牛筋 这个煮法 那也是 关东好像比较少一点 嗯 嗯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 牛筋 是不是好像 香港那种 牛筋腩面 那种 那种 那种感觉 嗯 它咬下去 但是它咬下去 但是那些胶 那种 很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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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的材料也算很多 你看到 它的材料和饭的比例上也算多 嗯 嗯 嗯 那它这个 这个牛筋 这个煮法呢 那汁就浓很多 当然 我们 香港吃的那个 叫做 柱后牛腩汁 那它没有柱牛味 嗯 但是撕开了柱牛的味 其实这个汁也很相似 都是有少 它这个煸甜多些 那就是 咸咸甜甜的 有醋油味 有少少蠔油味 那种感觉 那是 是的 今天吃完之后 我觉得整体上来说 这间 那就是 好像你说 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不是外面 普通可以吃到 那所以整体上 我觉得如果 给分的话 那这间也有75分 是的 因为 无论它的价钱 因为1050元 帮到税 那所以 所以价钱OK 正常的 但是 食物的份量 食物的份量 食物的质素 那个新鲜度 煮化 那我觉得也有75分 希望大家喜欢 那下次直播时间再见 谢谢 拜拜